确认这严格条例实施上路之前 赶快买枪 连展场上面的提款机现金都被领光 走进维吉尼亚州的枪支大展 各种手枪 长枪 琳琅满目 任军挑选 一把枪平均只要6000块台币 消费者忙着抢便宜 连提款机的现金都被领光光 买枪民众表示 欧巴马推动行政命令 代表以后买枪的条例会更加严格 干脆先买再说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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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法律规定 如果透过正规厂商买枪 就要过程序调查 填好单子输入电脑 证认身家清白才能买枪 但如果透过私人买家 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会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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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问你 靠直觉买卖枪支 是否有点太冒险 更扯的还在后头 armslist.com calls itself the largest free gun classifieds on the web and as you enter the site you can see that it has plenty of guns for sale it will first ask you to go to your state because only guns purchased within the same state by two private parties are legal and can be conducted without any background check but they have to be private by two people in the same state and residing in the same state 一切靠网络 自然就会被有心人士 令人 加大级男子Dmitry 在2011年 杀害了住在美国之牙格的前女友 他行凶用的枪 就是在armless的网站上 非法购买 根据反对非法枪支 市长联合会 发布的报告 有将近24万把枪 在armless的网站上 非法犯航 虽然网站上要求买家 卖家照规矩走 但也只能防君子 不防小人 欧巴巴被动行政命令 就是希望能改善 美国的反满